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青年就业情况雪上加霜 近来传出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本月宣布 将在全球才撤超过10%的人力 也波及到中国 传出特斯拉撤回所有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录用 并且赔偿一个月的薪水 有网民认为这是特斯拉释出信号 说明中国的经济真的不行了 综合媒体报道 社交媒体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表示 多名中国应届毕业生收到特斯拉撤回录用的通知 对此特斯拉统一赔偿一个月的底薪 大约是人民币万元 这次的解聘灾情涉及到技术部门跟销售部门 被解约的应届毕业生透露 特斯拉人资表示 今年春季招聘的录取全数取消 另外也有应届毕业生表示 去年10月秋季招聘时就收到的录用也被取消 已经提前入职的应届毕业生 则占未收到解约或者是裁员的通知 秋招跟春招是中国应届毕业生求职的 非常重要的管道 有应届毕业生表示 春招基本结束了 现在要再重新找工作的难度非常大 如果失去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来找工作 则会更难 此时突然被解约 也让应届毕业生陷入到巨大的迷茫 有网民嘲讽地说道 感谢特斯拉让我们这些底层的大学生 正正做到毕业及失业 有网民表示 特斯拉给员工的赔偿是N加3 也就是工作年资加三个月的工资 也有留言说 N加3是起步 一些老员工是2N加3 引发了许多中国网民同声羡慕 不过也有一些中国车厂 像这些被解约的应届生抛出甘蓝枝 比方说 蔚来汽车 吉克汽车 都在社交平台表示 欢迎被解约的应届生来投地履历 综合媒体报道 特斯拉CEO马斯克 为了要应对公司利润的下降 在市场上受到挤压 14号早就已经宣布 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的员工 至少会有14000人受到影响 但是当时仍然不清楚 会对哪一些团队或者是部门来出手 过了10天 特斯拉又再次的公告裁员通知 这次明确的点出 6月14号起 将在德州裁撤2688人 加州裁撤3332人 总计会有6020名员工受到影响 似乎正是14000人当中的一部分 至于其他将会进行搜编的部门或者是团队 目前已知的只有纽约州布法罗工厂的285名员工 不过公司明明已经面临到许多难题 又不断的精简人士组成 马斯克却在24号凌晨发文宣布 特斯拉已经在加州创造了超过3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 让许多人难以理解 直接在贴文下方留言说 不是钢裁员吗 而且要怎么在利润降低的同时制造就业机会呢 但是马斯克并未对此给出更多的回应 而特斯拉陷入困境 全球大裁员会波及到中国也不令人意外 中国的经济严重衰退 失业率居高不下 青年就业形势严峻 大学生找工作陷入困境 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来得惨 4月18号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份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 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为15.3% 跟2月份持平 25到29岁青年失业率为7.2% 比2月份上升了0.8个百分点 对此外界普遍层移 实际的情况被指会是更加严重 有中国大学生声称自己快要崩溃了 二三届毕业生 刚从学校踏入社会第一次崩溃 失业到处找工作都找不到 对此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表示 中共现在也知道中国这个失业的问题 真实数据现在也掩盖不住 不管中国自己的历史学者的报告也好 还有这些外人在通过观察中国经济 这些企业倒闭 企业外移的这些现象 现在实际上还是继续在造假 经济学人18号也发文表示 中国毕业生的困境 可能比之前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 通过梳理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跟统计年间 得到的估计只是 中国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年轻毕业生 可能面临到失业 但是真实的情况不得而知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重庆来考察 随后主持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并到陆军军医大学来视察 只要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 勇叛军事医学的高峰 习近平此次到访也让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重庆官场素有魔咒 再加上近来军工系持续被清洗 无论是哪一个对严家军来讲都不是好征兆 综合媒体报道 新华社指出 4月22号到24号 习近平在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跟市长胡恒华的陪同下 到物流园区 城市社区等来考察调研 报道指称 23号下午 习近平在重庆主持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并且发表讲话 当天还到陆军军医大学来施查 习近平强调 陆军军医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 未占育人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 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 必须要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军医大学 对此独立时评人士蔡胜坤 24号在海外X平台发文表示 习近平此时在草西部大开发的冷饭 也是沿袭过去毛泽东满过的三线建设 面对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围堵 外资纷纷从沿海地区撤离 再加上台海局势 南海局势空前紧张 习近平需要考虑到所谓的纵身腹地 一旦东部面临到战争的危机 西部能够肩负起军工后勤保障的使命 蔡胜坤认为 西部大开发不过是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借助这个话题来自娱自论 不可能出现新的突破 另外文章也指出 重庆官场历来被持有魔咒 薄熙来 深圳才被整肃 就连只江新军的头马 陈明尔也被边缘化 还有多名的重庆高官被查被抓 甚至是逃亡跟死亡 比方说薄熙来的金线王力军 逃进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陈明尔的副手中央候补委员任雪峰 在京西宾馆开会期间自杀身亡 就连中共官媒也隐晦地提到相关往事 新华社4月24号报导指称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 蔡奇陪同考察 而新闻画面显示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也陪同考察 官媒表示 24号上午习近平对重庆各项工作 取得到的成绩给予肯定 官媒还特别发了另外一篇文章 回顾习近平上台之后三次赴重庆 前两次是2016年1月 习近平上台之后首次到重庆来考察 2019年4月习近平再次赴重庆 不过官媒并未提到当时的主政者 事实上习近平在2010年 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也去过薄熙来主政时的重庆 视频人士高兴曾经撰文 题目为 习近平三进三成 都是为力挺当届重庆市委书记 文章表示 2010年年中 习近平在薄熙来跟王力军的陪同下 到重庆参观打黑展 一起唱红歌 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 习近平竭力夸赞重庆市唱红 官媒表示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做过九次的批示 要求对重庆的一些做法 认真总结跟推广 但是薄熙来的倒台 就是在习近平亲自到访重庆 公开为他撑腰打气 并且当众许诺 要把重庆的唱红打黑经验 向全国推广的一年两个月之后 习近平2016年 以总书记的身份再次造访重庆 当时外界媒体纷纷以 博案后习近平收放重庆 深圳才下届入场有望 习近平视察重庆 肯定森政才等委题 来强烈地看好森政才 中共官媒当时报道 2016年1月4号下午 习近平去重庆果园港来考察 并且表示这里大有希望 2016年3月16号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闭幕 港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主席台上的习近平在离场时 政治局委员重庆书记 森政才紧跟在后离开 两人还握了手 不过就在习近平在重庆说了这里大有希望的一年半之后 深圳才倒台 2019年4月 习近平再赴重庆 当时重庆的主政者是习近平的旧部陈明尔 但是他上任之后政绩不佳 中国数家媒体都转载了 重庆经济突然断崖市下滑 全国人民都在问原因何在一文 对此高兴认为 习近平在重庆公开露面是为了要力挺陈明尔 应见历历在目 蔡胜坤的文章指出 袁家军是军工系统出身的技术官僚 算不上习近平首席的亲信 目前技术官僚的忠诚度要大打折扣 况且军工系跟国防科工系 大多都是曾庆红当年培养的人才 习近平到重庆召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会议 可以说是近距离的接触考察袁家军 蔡胜坤的文章认为 这次袁家军陪同习近平 就看他私底下如何向习近平来交心 如何让习近平放心 如果可以得到习近平的高度认可 袁家军下一任可能会进军常委 不过军工系继续遭到准速 吴彦生 袁杰 刘时全等人被撤 而袁家军占据重庆要职 袁家军的曾经的上司张庆伟早就已经被边缘化 被派去政协担任副主席 而接任他职务的吴彦生被查处 对袁家军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文章表示 军工系一度被媒体炒作是习近平信任的一支新势力 二十大之后 军中反腐牵涉到一大批军工高层 对于现任军工背景的政治局委员 包括张国清 马信瑞 袁家军之类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取决于习近平对这几个人的信任度 但是随着军工国防科工系大面积的沦陷 习近平对技术官僚的认可度 信任度肯定是会有一些动摇的 日前中共军方兵种结构出现重大的调整 4月19号已经成立八年多的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番号 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信息支援部队正式成立 换句话说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上次重组军队时 被誉为未来部队的战略支援部队 只花了九年的时间就消失了 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寿命碎短的重要部队 一度被视为跟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同等的尸体 2015年成立之后 这支部队被描述为一支高级单位 其领导者要么是军队最高级别的将军 要么是中将 为什么这支部队这么重要呢? 因为它是由习近平亲自设立的 那又为什么这支战略支援部队这么快就被放弃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 日经亚洲新闻25号发布了一篇题为 习近平最新军事改革背后别有用心的专栏文章 内容写道 虽然这支部队的使命、职能跟结构最初笼罩在神秘当中 但是中国在2016年透过中共喉舌环球时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给出了半官方的解释 报导指称 这支当时新成立的部队由三个单位来组成 网络战部队负责防御黑客的攻击 太空战部队负责监视间谍卫星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电子战部队负责破坏敌人的雷达系统跟通讯 根据最新的军改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 重组为三个下级部队 包括了航天、网络跟信息三个新独立兵种 据说这三个新组织层级较低 由中将或者是少将来领导 报导透露战略支援部队是在2014年 开始秘密精心筹备之后组成的 也就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一年之后 距离2017年的党代会召开还有三年 2014年习近平在做什么呢 当时他正在全方位的打探 拘留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前高级军官徐才后 这是他标志性反腐败行动的一部分 2015年徐才后因为矮症故事后不久 另外一位军事强人 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郭伯兄也被拘留 2016年郭伯兄因为收贿罪背叛处无期徒刑 对两位强人的侵袭跟前所未有的军事重组 是为了要确保军队对习近平的忠诚 而这样的别有用心也发挥了作用 习近平在2017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将军队清洗更改组列为成就 为他在2018年修改中国宪法 并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两次五年任期的 限制铺平的道路 习近平在2022年获得到了令人垂涎的 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个五年任期 然后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 再次的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 开始第三个五年任期 评论猜测 他可能希望将最新的军事重组 列为三年后党代会上的另外一个成就 以确保第四次担任党的总书记 因此他似乎试图要重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当时为了要组建战略支援部队的军事重组 开始了精心准备 这些准备工作也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三年开始的 就像最新的重组 是在党的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三年进行的一样 这一切都不禁让人想问会是巧合吗 2014年以后的时期 习近平的举动结合了两个面向 军队重组跟居留高级国防官员 对此文章提到的前中央军委委员兼任国防部长 国务委员的李尚福在10月遭到清洗 毫无疑问的 最近的军事重组跟李尚福的倒台是有关的 2015年底上一次重大军事重组之后 李尚福以新组成的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 兼参谋长身份出席重要的会议 作为这支新部队的负责人 如果习近平不信任他的话 他就不会获得到这样的权利 后来李尚福被任命为 中央军委会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之后又进一步的晋升为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务委员跟国防部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他曾经担任中国西南部 四川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主任 人们普遍认为 李尚福因为之前担任装备发展部负责人 因此被指控曾在欺诈行为而被解职 此外据说火箭军也存在着 习近平认为有问题的贪腐 不难想象战略支援部队也有类似的情况 而这三个部门的共通点便是李尚福 这也表明了大张旗鼓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 可能并没有按照习近平最初的计划来发挥作用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则是所谓间谍气球的问题 2023年2月 美国在南卡罗莱纳州海岸附近 一架最先进的F-22隐形战斗机发射的导弹 击落了一个侵犯美国领空的60米高的气球 其碎片由美国国防部回收 美国断定这是中国的监视气球 根据美国表示 它配备了巨星与拦截通讯有关的天线 但是中国政府称该热气球为民用无人飞艇 并表示其目的是观测天气 并就此击落事件向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中国法律法规规定跟军事有关的气象工作 由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 因此战略支援部队可能负责到气球任务 气球的问题使得当时的中美关系严重紧张 美国总统拜登甚至发表了一段有趣的言论 他提出习近平可能不知道这颗飞越美国的间谍气球 对此文章认为很难断定情况是否确实如此 但是如果习近平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他全力支持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 与间谍气球问题之间的真正关系呢 相关的真相我们不得知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习近平出席信息支援部队成立一事时 要求部队坚决服从党的指挥 做到绝对忠诚 纯洁 可靠 再加上这次军队新组建的三个部队 都受到中央军委直接指导跟指挥 这意味着习近平亲自指挥他们 部队必须要向他报告一切 对照到战略支援部队跟间谍气球的真实关系 对比显得格外有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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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内容简介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